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 8号晚上接受电视台专访 被问到这个问题 蒋万安预待玄机 到底要不要辞立委 蒋万安没把话说死 只用煮饭来做比喻 等到时机成熟 自然会公布 只是蒋万安日前指称绿共一家亲 迎来绿营强烈批评 炮轰蒋万安父亲蒋校园 过去主张三通还当中国买办 只是蒋万安父亲蒋校园官司缠身 一名无信台商控诉 为了解除中国建管回台湾 给蒋校园三千一百五十万元 创立中国台商发展促进协会 没想到对方拿钱却不办事 蒋校园不满抹黑份而提告 只是法院审理之后 却判蒋校园败诉 就公共议题或三通这件事情 政府或陆委会或苏院长 你认为违法 你如果不行 你就说停止三通 讲完上节目面对外界疑虑 一次说清楚讲明白 只是选战胜不到二十天 候选人一举一动都成为焦点 近期会李运辰王仲军产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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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判蒋米有实所 在渡阅中 订阅 订阅